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同学来聊聊天 先说个题外话 今天早上我先生看到太阳艳阳高照 他说今天天气应该很好 可是我居然说了一句 很难说中午可能会倾盆大雨 也可能是乌鱼密布 古不其然真的乌鱼密布了 那就代表老师好像是可以当半仙了 铁口直断 那既然老师可以铁口直断 所以接下去上的课程五个题目 我相信大概也会有点命中率 那同学们认真的学用心的听 那今天也是针对这个下雨 下雨其实蛮好的普降甘霖 但是如果雨时太大了 大到我们的下水道抽水机来不及 把这些水排走 那大概就会不太好 像我们家我住在那个顶楼 有一次半夜吧 我出去看的时候已经到脚踝了 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先有说要把门槛加高 可是他已经说了五百次了 好像还没复住行动 好他就不再说些题外话 言归正传 那接下去老师要跟你谈的就是 我们如果真的下雨了 排水道跟我们的抽水机 到底怎么处理 不要误会老师不是工程 不是来研究抽水机 是说排水的这个量到底怎么算 好那我们现在首先先讲 sorry 这边有个12平方公里 那平常单位我们都会写在后面 但是这里因为太长了 会很长 所以我个人有一个习惯 会把单位放下来 就变成了km平方 这就是12平方公里 那12平方公里 我怎么变变变变变变 我想把它变成平方公分 这中间的过程要怎么转折 大家都知道1公里是1000公尺 那1公尺是100公分 这中间的转换是10的5个0 不能写5个0 要写5次方 但是这是km 跟我们的cm的转换 可是问题是大家是平方向 他有平方 既然是平方我们也得平方 52就变10 所以你只在转换这个过程的时候 同学要练习 马上就成10的10次方 这个动作一做完 我就把面积换成平方公分 那当我换成平方公分 接下去 这是面积 下雨是高度 高度是要乘公分的 可是我们报气象的时候 我们都是报那个公里 比方说700公里 公里是什么 就是毫米 那1公分是10个毫米 这是我们的那个尺 尺上面 1公分是10毫米 所以我要变成公分的时候 我将把0拿掉就可以 所以这里老师就写了一个70 这样的话平方公分跟公分 我们就看到了立方 也就是体积 那我们晓得体积 乘上密度 那当然就是要质量 那体积乘密度 那这个密度 考卷上有告诉你 他叫cm三方 我们叫立方公分 一般叫毫升 或者叫cc 当然也是cm三 他们都是一个 一样的课程 毫升cc 立方公分 上面是个字是g g的国文叫做克 那水的密度 有告诉你叫1 所以这样我们就写一个1就可以了 其实到这里就完成了今天的雨 到底下了多少质量 这些质量呢相当多少克 可是没有人讲下雨下几克 所以大家会在这里再做一些动作 第一个动作做什么 接着要做什么 第一个是公克我想变公斤 公克到公斤是负的三四方 因为一公斤是1000克 一公斤1000克 那一克就千分之一 可是好像是问盾 那一顿是1000公斤 那一顿是1000公斤 所以一公斤再问几顿 一样还是十的负三四方 老师不能超过上面 等一下 好以上整个流程 我们就看到了 最后就是顿公顿的一个整个的转换 那这些因为在讲义上 老师都有已经有打字了 而且打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说讲的不够周旋的话 我在这边 在就是拿着12 先乘10的14方 目的是为了换平方公分 再乘上我们所谓的这个下雨的量 再乘上密度 最后两个负三 所以就变成负的六 其实他的 他的那个整个劣势其实很简洁 同学再看一下 对不起 这个真的 好 sorry 那这个中间的劣势其实很简洁 12乘10的14方 再乘上70 再乘密度 再乘10的负六 这样就完成了我今天这个 所谓的公盾 盾 好这单到底多少还没算出来啊 同学把它整理一下 好这样算完到底有多少 好 但是老是个小疏忽 不好意思 因为这是一分钟下的雨 不对讲错了 一小时下的雨 既然是一个小时下的雨 这应该是所有一个钟头的量啊 那既然这是一个钟头的量 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12乘10的14方 再乘70 这是一个小时下的雨量 再乘上1 再乘10的负6 所以为了一分钟的事情 我们就只好再除以60 这样就换成了 1分钟 好这样就看到了14 后面有三个0 然后盾 好14万 盾的雨量下下来 结果我们的下雪道只帮你排掉5万 所以14万再扣掉5万 少一个0个好像 对 好 那我们就扣掉5万之后 发现到有9万盾 这个部分 我们要靠的是我们的那个抽水 抽水马达 所以抽水马达平常要保养好 免得到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这个不能不能使用 好 好最近最近刚好下蛮多场的雨 当然也蛮幸运的 也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些伤害 那这些雨到底多少公盾 那这些雨怎么分配 由下雪道分配 还是用抽水器分配 我想大家同学就很清楚了 好 接下去呢 第二个题目 那我国的整个 因为下雨的时候会有吐司流 好整个吐司流就 把这些泥沙等等啊 就可能冲到沉积物啊 冲到我们的所谓的巴士海峡啊 太平洋或者是台湾海峡 那到底有多少被冲刷过去 还是一样 台湾的面积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跟刚才说的完全一样 如果想变成平方公分怎么办 同学想想看 想到了 好很好 十的十次方 所以刚才五次方再经过平方就十次方 那这时候到了平方公分 我就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厚的这些所谓的一般讲的叫做沉积物啊 这些物体被带到海洋去的那个厚度 他说是0.4公分 这两个乘起来就是体积 那当然他们有密度 这些密度简单的告知是2.7 他讲2.7 密度的单位是立方公分 所以这时候就消掉了 那留下一个我们刚才说的课 所以他都是一样的流程 其实老师今天选的题目都是一样的流程 面积乘上高度 就是厚度再乘密度 其实就是这几个流程 这个tempo 所以面积乘上高度再乘密度就结束了 只是到了功课还是一样 我们没有问你功课 老师打了出体字叫百万吨 百万吨怎么处理啊 刚才怎么处理的 第一个负三 就是公斤 后来又一个负三 这是公断 可是要百万呢 格式百千万啊 手算一下百万 百万是六次方 有同学很可爱这边写六 那你写六干脆不要写啊 负三负三六就不用写了 所以不是的 他是负的六 老师打字应该没错啊 看负的六一张叫负的十二 所以我在讲一上我直接就浓缩了啊 负六负六就变成了负十二 到了这里我就ending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百万 所以他全部几吨 那问你有几百万吨流到海洋去 你就直接过来就可以 所以很简单 所以等于说 这两道题的提议 都是一样的 都是先把面积找到 去找它的厚度 或者是下雨的高度 再沉上密度 那这就是质量的一个思维啊 好大概有这样的了解 那老师今天就想要请你帮我们算一下 我们附近的真纹水库 阿公殿水库 这些水库呢 如果今天这些淤沙是冲到水库里怎么办 那还是一样啊 就要是冲到水库 那怎么处理 首先我们的水库有多大啊 水库是十平方公里 你冲了多少 那个深度啊 进来不知道 可是它整个周边 它的集水区啊 整个周边还蛮大的啊 125平方公里 在这么大的集水区里 因为下雨嘛 所以一样有0.2公分的 大家一些吐石之类的 它会冲到我们的水库里去 那有0.2公分 这里单位不用换 不用换公分 因为你是km 我也是km 所以数学上是可以消掉 所以水库小小的十 那外围125 所以你到底水库里一年啊 有多 应该有多深 有多厚的淤泥 那这样算完之后 同学们看一下啊 这个算完好像是2.5公分 也没有太多 2.5cm 这样明白吗 就是说这里是一个水库 它底面积10 外围是125 那所有的这些厚度 比方说0.2公分 不多 一点点 0.2公分 一点点慢 那这一点点就冲到水库里去 到了水库呢 就比较厚了 它就2.5 可是不用每年轻啊 好这太工程太浩大了 所以它是希望你变成1米的时候 再来清就好 1米 那1米是100公分 所以你想多久再清这个淤泥就可以了 好那100 去除2.5 那大概是4 好像不对啊 不是4年啊 是40年 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40年 好我们才今天才把那个淤泥清一次就足够了 好 那40年在清的时候 你要派卡车呀 然后卡车要运几次 那每一次看是1000块2000块 那你要编预算嘛 看多少钱 好 那我们再看看 那现在你到底水库里有多少淤泥是要把它清走的 我们先想一想 这是一个meter 正面是10平方公里 所以这些请你把它带走 所以又回到今天的第一题跟第二题 我想知道你多重 你有多重 那我有多重10平方公里一米 我有多重 这个问题就回到刚刚怎么说呢 同学想想看 思考一下 好同学想一想啊 这是我们的 你是行政人员 你就要编预算了 这预算到底要编多少钱来运 这些预算啊 好首先10平方公里 用刚才的说法 10平方公里 要换10的什么方 同学想想看 好吧 10次方 这样或就到平方公分了 到了平方公分 你有多厚 说一米 一米当然不能乘1 我要乘公分 那就是100 好到了这里就变成体积 还是完全一样啊 那整个体积 要乘上密度 那这密度老师给你的是2 2 那这2是单位cm三方克 好到了这里是功课 可是 功课怎么变成我现在是100公顿 寓一次假设100公顿 不知道合不合理啊 大概为了让大家方便算啊 就100公顿 那同理功课到公斤到公顿 同学再想想看负几 功课到公斤负3嘛 公斤到公顿再负3 所以2个负3就不要负6 好式子列到这儿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些 刚刚讲水库里那些淤沙的 它的质量 那最后你到底要运几次 那每一次是100嘛 所以除以100 好所以你除以100之后 就是代表你要运送运的次数 就可以看到它整个 下雨的一些情形 所以今天老师等于是说 我把下雨天可能 发生的一些 这个跟物理相关的课程 做了一个统整 让大家知道雨一下来的时候 有下水道啦 有排水系统 还有抽水马达等等等 这些部分怎么处理 外加水如果下到水库 我们水库里就会有淤沙 那这些淤沙又怎么处理 好以上这是我们的第三题的 应该算第四题 因为我这边算乘上题 sorry 我是用4 然后我写乘上题 所以这个题目其实是归属第四题 乘上题的淤沙的这个运送 看运送几次 那如果老师说每次运这一趟要给3000块 如果说我不知道 那就请同学继续把它算完 看要多少这个money 编多少预算 以上就是我们的第四题的概念 另外一种题型 这是另外一种题型 下雨的时候 这些雨水当然就到了水库 好这边是水库 那这些雨水到了水库 我现在不是淤泥 是水 water 那今天我们下雨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希望水库能够有满水位嘛 水位多一点 然后大家 如果旱灾的时候 也不知道旱 就是有这个天气 雨下的少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来这个灌溉 灌溉一些农田 那所以这些水到底 因为这场雨 我们的水位 它的水位 可以上升多少 因一场雨 比方说水位本来在中间 一场雨下完之后 他好高兴的 满水位了 满水位了 到底多少 升高多少 这中间要怎么看这个问题 大概同学都觉得 这有点难度 其实很简单 就说 你想下的雨 它的体积不会变 那你用倾斜的 我没有办法测它的量 所以你不妨把这个倾斜的面 它想成是一个凹槽 就是一个长方体 来承接这些雨水 好45度 我们的山有多高 这座山的高度好像是400公尺 它有400公尺高 小山坡 那你的这个底部 45度 等腰直角三角形 所以你的底部 就等同400公尺 所以等于说 你这里有个400公尺的一个长度 那这些水就下下来了 那当时对称 这边也有 所以这边也是400公尺 所以等于说两个容器 这两个容器 比方说400公尺的一个容器 那它今天 有多少水会进来 那你的水库这边是100公尺 老师比例上没有画得很好 400公尺要多一点 水库要小一点 那你想想看 我们到底 因为这场雨 我水库的水会添多高 那山坡已经没有了 我们这山坡已经视同 这山坡没有这个坡了 就等于是这些雨水 我放了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容器 来承接这些雨水 那这些雨水下到这个凹槽里面的时候 按照长宽高 长层宽层高 我们晓得长宽高是代表体积嘛 是它全部的体积 所以这个容器 你想它的长400 这个宽 因为跟水库是连通 所以跟水库共用 这边我们就不管 那你这边是400 那这个宽的部分 我们先暂时用一个L做代号 那最后是高 高就看今天下多少雨 还是一样说500公里 500公里 刚才讲过公里是毫米 那你要变公分 你要去掉零 所以它下了一个50公分 的一个雨 雨量 长宽高 好 那你是因为对称 所以记得乘二 这个乘二千万不要忘记 乘二 它左右刚好对称嘛 所以两边一乘二 乘完二之后呢 就留下了到水库去了 那水库也是 假装这是水库好了 长宽高 它的长比较小 100公尺而已 所以它的长是100 宽大家共用 好 就像说我这边有一个倾斜面 水下下来 然后自己 因为是斜坡 它自己就滑到 自己滑到这个水库里去 可是你把它想成 它是一个容器 水下完了之后 把它倒进去 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L共用 考题在这里 这里千万记得不是H 它是因为这场雨 水库的水升高了多少 水位升高多少 增高的量 对 这里面有个重点是50 你不能写500 没下那么多雨 是50公分 500毫米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 因为这场雨 所以你升高了多少 DELTAH DELTAH HOW MUCH 这样子的计算 那我看100 约分 那L就没有了 100约分 L没有了 所以呢 100 对 没错 所以涨高了400公分 老师再check一下 这是100 没错 400公分 OK 可是题目是1m 所以你看这张好大雨下完之后 水库的水多了4米 4米还挺高的 4米应该比一个人 3个人高了 差不多 2、3个人高 所以4米高 好 那针对今天的所有的下雨课程 老师就等于是找了4.5个题目 这4个半 帮这些所谓的水 还有涂湿流 流到水库的那些不好的一些淤泥 这中间的一些跟水有相关的课程 今天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说明介绍 那其实重点 我们最后的统整就是 大概老师们都是给面积 然后面积接着就叫层高度 底面层高度就是体积嘛 体积的隔壁一定是密度 那体积层密度不就是质量吗 所以它并没有很困难 好在这里 谢谢大家 希望这4.5个题目 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